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感觉到了蛇妖的身体猛地僵硬了一下 随起它庞大的身躯轰的一声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熄灭阴阳眼大口喘着粗气 望着身下已经死透的蛇妖 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八百年修为的妖怪被我干掉了 当然也有子害的功劳 把气喘云后 我从蛇妖的身上跳了下来 带着车队的旅友们脱困 旅友们都吓坏了 他们望着蛇妖的尸体 一个个眼中满是恐惧 领队老杨清点了一下人数 少了五人 这五人被蛇妖拉进了地下 已经没有幸存的可能了 老杨带着旅友们撤退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我猜这些人这辈子 都不会再踏上死亡谷一步了 秦东也被吓坏了 但他仍旧留了下来 我暗中下了决定 等从死亡谷中出来 我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他 等到车队离开 自害对我说 你的刀锋链 你去把蛇妖的妖丹挖出来 能修炼的妖怪 会在体内凝聚一颗妖丹 据说妖怪一身的修为 都在里面 关于这个问题 我曾经请教过林小璐 林小璐对此嗤之以鼻 他告诉我 妖怪体内的确会凝聚妖丹 但并不会存储灵气 否则天下的妖怪 早就被人类修行者给杀光了 他呢还给我打了一个比方 那你听说过得到高僧元祭后 能烧出射力吧 其实呢 妖丹也是差不多的玩意儿 你要妖丹做什么 刚刚不是说着时 要有些奇怪吗 妖怪修炼西娜的灵气 会在妖丹上留下痕迹 见到妖丹 说不定就能揭晓他的秘密了 知道原因后 我立即行动起来 我让紫亥给我指了 妖丹所在的位置 然后开始动刀 十分钟后 我把血淋淋的妖丹 挖了出来 秦东拿了一瓶矿泉水倒了上去 帮助把妖丹清洗干净 妖丹露出全貌后 我仔细观察 它有乒乓球大小 非常的圆润 整体是乳白色的 上面有奇异的红色花纹 我好奇地问 这妖丹上的花纹 好像是某种图案 这是怎么形成的 紫亥眉头皱得非常深 仿佛发现了非常不得了的东西 过了很久 他才沉生地向我解释 一般的妖丹 颜色均匀 是他们修炼时 灵气均匀浸染的结果 而妖丹上出现均匀的花纹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只蛇妖 修炼了某种功法 在修炼中 刻意控制灵气流动所致 妖怪也有修炼功法 没有 妖怪修炼 完全是靠自身的天赋 以及超长的寿命 他们无法修炼人类创造的功法 当然 半妖除外 我在紫亥的话中 抓住了关键点 妖怪不能修炼人类创造的功法 那如果不是人类创造的功法呢 我和紫亥对视一眼 然后我看到他眼中流露出的凝重 在死亡谷中 只有一本功法 那就是当年地藏菩萨 修炼时所用的地藏菩萨经 我瞬间醒悟过来 怪不得东北五大家 死活不肯交出连台所在的位置 原来地藏菩萨经不仅能让鬼修炼 能让我这种天煞孤星命格的人修炼 还能让妖怪修炼 之前紫亥说我找到了连花台 不一定是好事 我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如今我却是懂了 你刚刚是不是想警告我 如果我找到了地藏菩萨留下的功法 全华夏乃至全世界的妖怪 都有可能会出手抢夺 紫亥用力地点了点头 对 的确是这样 哎 地藏菩萨自创人鬼妖皆可修炼的功法 你得到后 假如这个秘密被公布于天下 可不只是妖怪 连人和鬼都有可能来找你的麻烦 到那时 你就是举世之敌 我下意识地张大了嘴巴 目瞪口呆 照紫亥这么说 我真要是得到了地藏菩萨经 以后走在大街上 都要小心会不会被人给套麻袋啊 知道地藏菩萨经的真相后 我问紫亥 这个秘密其他人不知道 守夜人应该有不少知道的 那他们为什么不来死亡谷寻找呢 紫亥解释着 首先 守夜人修炼的功法 都是背后鬼差亲刺的 比杨间绝大多数功法都要强 其次 守夜人经常要沟通阴阳两界 真要是得到了地藏菩萨经 危险比你得到的更大 鬼差们或许不会动手抢夺 但是阴间那些强大的鬼可就不一定了 万一他们找到两界缝隙钻到阳间 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 紫亥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不会阻止你继续寻找地藏菩萨留下的传承 可如果你真的找到了 一定要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在你强大到能够轻易挡下所有危险前 最好不要暴露出来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感谢紫亥提醒 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放心 如果你真的找到 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毕竟真有厉鬼 从心间跑到阳间找你麻烦 最后倒霉的 还是我们这些守夜人 我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你说 这蛇妖的老巢里 有没有可能有莲花台的线索 紫亥的眼睛一亮 对呀 很有可能 他派出几只小鬼 顺着蛇妖钻进地面时留下的地道 去寻找蛇妖的老巢 一个小时后 这两只小鬼抱着一块石板回来了 紫亥与小鬼交流一番后 对我说 这块石板 是从蛇妖老巢里发现的 我定睛一看 石板上刻有古老的文字 我只认识其中几个字 都是佛经中常出现的文字 如此可以判断 这的确是佛教经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好玩的精品有声剧 请您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工作室 谢谢 第362集 乱石林 紫亥看了一会儿说 这经文不全 应该只是其中一段 如果是这只蛇妖找到了莲花台 它应该有全本才对 结合我们之前见到的那道红色阴雷 我有一个猜测 找到莲花台的 应该是一只强大的鬼 而这只蛇妖 只是它的手下 我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能让一只拥有八百年修为的蛇妖 当自己的打手 那召唤出红色天雷的鬼 得有多强大呀 怕不是真的和紫亥说的一样 已是罗刹级别 紫亥劝我 我要是你 就放弃寻找莲花台的想法 毕竟命只有一条 我也犹豫了 可一想到日后还要与黑鸭决战 没有修为 我很难笑到最后 最终信念重新坚定起来 不 我要找 我拿起石板 激活了阴阳眼 之前没有线索 寻找莲花台无异于大海落针 但如今有了石板就不同了 我动用了阴阳眼 追踪溯源的能力 很快 一道丝线从石板中冒出 指向远方 上车 此还见我心意已决 于是不再相劝 我们三个重新上了车 然后在我的指引下 秦东开车继续向前 越往前 这路越难走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 要不是秦东的六轮越野车给力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车开了半日后 从石板上冒出的丝线 越来越清晰 莲花台就在不远处了 越野车停了下来 前面是大片的石灵 也根根尖锐的石刺 仿佛从地下伸出来 长成了一大片林子 秦东惊讶地说 这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吗 我感应到前方有浓烈的杀气 不是 这应该是人为的 如果我猜得没错 莲花台 以及修炼了地上菩萨经的那只厉鬼 就在石灵中 青岗 你留在这 我跟紫亥进去看看 我和紫亥下了车 再进了乱石灵 紫亥的风衣里钻出了一只小鬼 他大概是感受到了 乱石灵中浓烈的煞气 吓得赶紧缩回头去 紫亥对我说 虽然我答应要保护你 可真要是遇到罗刹级别的鬼 咱们两个最好扭头就跑 我点了点头 说了声好 紫亥说的没错 地藏菩萨经再珍贵 也没有命珍贵啊 如果有玉京山通道的线索 我肯定先去找玉京山 向前走了一会儿 前方忽然有红色的闪光涌现 我本能地推了紫亥一下 就在这一瞬间 一道红色的闪电 擦着紫亥的身体划过 击中了他身后的十次 一声催响 十次炸裂 又是阴雷 操 紫亥差点一命呜呼 此刻压不住火 当即释放出两只小鬼来 这两只小鬼凝聚煞气 化作两只长弓 随后再将煞气凝炼成剑 刺向前方 然而前方红光再次浮现 两只剑瞬间湮灭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是谁 饶我清修 一阵狂风吹来 风中带着浓烈的煞气 吹得我睁不开眼 下一刻 我忽然感到自己的脖子 被人掐住了 我立马就喘不过来气 努力地睁开眼 我的面前有一只长得 看不到头的手臂 再看紫亥 同样被一只手掐住了脖子 正在奋力挣扎 他的小鬼跑出来护主 对着那只胳膊 又抓又咬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我们两人面对的 是多么强大的敌人 可差距再大 我也不会放弃 我拔出昆武刀 撕开雷符 召唤出了阴雷 我用尽力气 将昆武刀扎进了身前的手臂里 那个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竟然是阴雷 掐住我脖子的手 稍稍松了些力气 我才喘了一口气 这只手忽然用力 拉着我往前飞 等我回过神来时 我和紫亥都到了一座盛开的莲花前 这不是真正的莲花 而是石刻 莲花台的表面涂有一层暗金 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 毫无疑问 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莲花台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 我竟然再次见到了天煞孤星之人 我猛地抬头 只见莲花台上坐着一个瘦如骷髅的人 他身上一点肉都没有 整个人都是皮包着骨头 他浑身上下散发着浓烈的煞气 可就在这煞气当中 我感受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煞气 我内心一颤 只有活人才能散发出煞气 他不是鬼 我颤着声音问 你是谁 对方用深陷眼眶的眼睛盯着我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红 听到红这个名字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 这个名字我听过 在山海堂史 楚堂主跟我讲过天煞孤星的历史 在历史上明确是天煞孤星命格的人 除了我还有两个 他们分别是刘备的儿子 刘善 以及让鼎鼎大明的硅谷派消失的 红 或许是看到我眼神中有变化 红再次开了口 看来你知道我 我点了点头 眼前这个跟骷髅一样的人 如果真是红 那他已经活了两千年 红放开了我 他看了一眼子亥 手一挥把他给扔出了乱石林 你不许再踏入石林一步 否则我不会再客气了 紫亥被扔走 这里只剩下我和红了 红坐在莲花台上 询问我 你是来找莲花台的 我点了点头 并没有否认 看到我这副鬼样子 你还想要吗 我心中一惊 难道是莲花台 让红变成了 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我见红似乎没有想杀我的意思 于是大起胆子问他 这莲花台 真的能让我们修炼吗 红给了我准确的答案 没错 这莲花台上 记录有地藏菩萨 自创的地藏菩萨经 此乃鬼修之术 对于我们这种 天煞孤行命格之人来说 是最好的修炼功法 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第三百六十三集 背道而鸟 红的眼神变得深邃 他喃喃地说 因为我与地藏菩萨的信念 背道而鸟 他仿佛陷入了回忆 给我讲起了有关他的故事 这故事的开头 与楚唐主跟我讲过的故事一模一样 自秦始皇完成统一后 百家争鸣彻底被终结 就连影响最大的儒家 都难逃焚书坑儒的下场 更何况是鬼谷一派 为了重振鬼谷 当时的鬼谷派冒险找来了天赋惊人的红 红的天赋远超鬼谷派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甚至可以与鬼谷派的创始人鬼谷子相提并论 但这个决定风险极大 因为红乃天煞孤行命格 鬼谷一派深暗自然之规律 天道之奥妙 又怎么会不知天煞孤行有多么的危险 但当时的鬼谷派已是孤注一掷 一切听天由命 然后鬼谷一派就彻底消失在历史中了 红对我讲着 莫克思鬼谷一派后 为结天煞孤行命格 容纳百家之言 自创了一种独特的修炼功法 我大为震撼 楚堂主对我说过 天煞孤行命格之人 只能通过吸纳煞气修炼 而纵观古今 能够吸纳煞气修炼的功法 只有地藏菩萨经 红他竟然 自创了功法 我自创的功法 名为杀绝 简单的讲 就是通过杀戮 取他人性命 从而获取煞气 进行修炼 身为银行中人 这话不难理解 越是惨死亡死之人 死后魂魄产生的煞气越重 感受这红身上惊人的煞气 我很难想象 这两千年来 有多少无辜生命 死在他的手中 红大概是猜到了我的想法 他解释 不必揣测 我杀的多是未开化智慧的动物 除非遇到大凶大恶之徒 我极少杀人 想起刚入死亡谷时 被红色阴雷劈死的野牛 我点了点头 事业红继续往下讲 我所创的杀绝 虽然能让我成功修炼 但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损因得生孽障 我杀的生命越多 杀念就会越重 有时有人从我身前走过 我心中都会生出杀念 回忆起过往 红的眼中难掩痛苦之色 为了遏制心中杀念 我远离人类世界 寄居山水之中 但再宁静的环境 也无法让我平静下来 为了消除杀心 我踏上了寻找解决之法的路途 他停顿了很久 仿佛在努力回忆着 我几乎踏遍了华夏 所有的山河 从秦朝寻到汉朝 我瞪大了眼睛 从秦到汉 最少也有四百年了 可见红自创功法 有多么的厉害 汉朝时 佛教传入华夏 我听闻 有一名为地藏菩萨的佛陀 发誓要度尽六道众生 他陷入地府 超度地狱中的厉鬼 于是 舍弃佛修 转为鬼修 在这山谷之中 完成转变 顿入阴间 于是 我就找了过来 寻到了这莲花台 莲花台共有六半 每一半上 都刻有密密麻麻的经文 我只看了一眼 便懂得其中奇妙之处 我发现 地藏菩萨留下的经文 是比我自创的杀绝 更好的修炼功法 十分契合 天煞孤星命格 于是 于是我就留了下来 开始修炼 可我万万没想到 这个决定 成了束缚我一生的噩梦 地藏菩萨 乃有大毅力之人 他许下宏愿 说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众生度尽 防征菩提 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 他将宏愿 刻在这莲花台上 只要踏上这莲花台 若不能参悟经文 就无法离开一步 你没有参悟 宏可是鬼谷派 万里挑一的天才 我当然参悟了 我只用了三日 就完成了参悟 可参悟之后 我就明白 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地藏菩萨的宏愿 是度尽众生 而我自创的杀绝 却是字字一写 这是两种 完全背道而驰的功法 根本无法同修 我杀念已深入灵魂 根本无法从头再来 所以 我被困在莲花台上 至今已快两千年 这莲花台 乃佛教圣物 我一日不下莲台 就一日不死 这是真真正正的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笑到最后 红的眼中 有泪花涌现出来 真是可悲 可悲啊 哈哈哈哈 红讲完了他的故事 我们之间沉默了许久 忽然间 红向我伸出了手 第364集 没有选择 现在 你还寄予莲花台吗 我盯着红枯瘦如骨的手 我上莲花台 会怎么样 红的声音里 带有一丝细血 你只要上了莲花台 便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无法参悟佛法 然后 与我一样 永生永世的困在这里 二是修炼成功 如此 我也能占你的光 获得解脱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离开莲花台 还能活 红平静地回答我 如果你能活上两千年 就会明白 死 其实也是一种解脱 红此刻的眼神 完全是一种求死的渴望 他的手 仍旧身在我的面前 只要我点头 他就能把我拉到莲花台上 然而我 拒绝了 我现在还不能上去 你怕了 我没怕 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情 寻找 寻找玉京山 红看着我的眼睛问 玉京山 你要去 对 他接下来的话 让我大吃一惊 你去不了 为什么 你知道 进玉京山 有两个先决条件吗 第一 你得有通行令牌 我把从玉须宫 得到的令牌 取了出来 是这个吗 红的眼神里 有些惊讶 最后他继续说 第二个条件 你得会修炼 我愣住了 因为红表现得很认真 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 他对我解释说 玉京山 乃是先人居所 凡人是无法进入的 只有能够修炼 有望成仙的修行者 才能进入 你是不是觉得 我在骗你 我带你亲自去见一见吧 说完 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只觉得眼前的景色变化 等我回过神来时 我已经不在乱石林 而坐在莲花台上的红 也消失不见了 但他的声音 仍旧在我的耳边响起 你把令牌 放在胸口 我照做了 当我把令牌 系在胸口上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面前 忽然出现了一道通天的石梯 这登天石梯通往云霄之上 一眼看不到头 我欣喜若狂 这就是通往玉京山的通道 我终于找到它了 然而当我抬脚准备踏上石梯时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我向后推去 我一个亮枪当场坐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死心 从地上爬起来 再次尝试走上石梯 我又飞出去了 而且这次飞得更远 怎么会这样啊 红对我说着 你是一百次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咬紧牙关 再次走向石梯 这一次我激活了左眼中的力量 我跑了起来 以最大的力气撞向那堵透明的墙 你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踏上了第一层石梯 速度就减弱了许多 一股无形的力量 正在用力地把我往回推 当我踏上第二层石梯时 这股力量再次增加 让我身形亮枪 在我踏上第三层石梯时 推上我的力量 已经超过我自身的力量了 我第三次倒飞出去 这一次摔得更惨 我全身仿佛都要散架般 剧痛难忍 洪略带可惜的声音响起 毕竟是别人给的力量 并不能得到玉京山的认可 我在地上躺了足足五分钟 才有力气重新站起来 看着眼前渴望而不可及的石梯 我坚定地说 送我上莲花台 我感觉肩膀一沉 红的手掌再次落在我的筋膀上 眼前场景再次变换 我再一次来到乱石林 来到莲花台前 红的手从我肩膀上移开 和刚刚一样 放到我的面前 这一次 我毫不犹豫地握住了他的手 红用力一拉 我踏上了莲花台 我来到莲花台上 与红面对面地坐着 我扫尸四周 六半莲花上雕刻的金本 交替闪烁着暗金色的光芒 一时间我看得有些入迷 红笑着对我说 你现在已经出不了莲花台了 想参悟有的是时间 我们先来聊聊 聊什么 红指了指我的左眼 这是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告诉了他 应该是一件鹦物 是我师父所赐 好像能够压制我的天煞孤星命格 的确可以压制你的命格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当初我若有这样的宝物 恐怕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他把自己的脸凑了上来 别动 让我仔细看看 他盯着我的左眼看了好一会儿 随后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原来如此 你看出什么了吗 关于我眼睛的秘密 知情者都不肯告诉我 林小璐是这样 林素素也是这样 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我没有追问过 但心中的好奇 却始终无法消散 我非常想知道 师父给我的这对眼睛究竟是何物 红指着我的左眼说 这只眼睛里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和无尽的杀意 你在使用它时 时不时会渐渐失去理智 甚至变得试杀成性 试杀成性 我还没体验过 但失去理智的情况 我已经遇到过了 的确发生过这种事情 你知道原因吗 红给了我一直想要的答案 你的这颗眼睛 是用赤油的心头血 炼制而成 第三百六十五集 三人神 此刻我终于明白 小马哥为何会说 我的眼睛是神的心脏了 因为他是用赤油心头血 炼制的鹰雾 赤油是谁 我很清楚 上古时代 华夏尚未出现国家 甚至连城邦都没有出现的时候 华夏人民还是以部落的形式 聚集在一起 其中有一名为九黎的部落 酋长名为赤油 骁勇善战 虽然赤油最终败于炎黄部落 但后世仍称其为战神 赤油主战 亦是主杀 他心中杀念 早已凝于心血之中 既然你的眼睛 是以他的心头血所炼化 必然会受其影响 你在得到这只眼睛后 身边的人 是不是没有再被磕死过 我点了点头 按照林小璐的说法 我入福利院起 师父就在我身边放置了阴雾 抵消我天煞孤星的命格 想来那件阴雾 就是我的左眼 洪用欣赏的语气说着 得赤油之血 就是得赤油的杀意 与我修炼的杀绝 有一曲同工之妙 我听懂了 近年来 我身边的人之所以安然无恙 都是我这只左眼的功劳 你帮我看看 我的右眼 红钉了半天 忍不住笑了起来 给你双眼的倒是个妙人 你这右眼也大有来历 乃是由炎帝的心头鞋做炼制 炎帝 上古时代最有名的部落 乃是炎黄部落 如今的华夏人都自称炎黄子孙 炎黄部落原本是两个部落 分别由炎帝和皇帝所通领 后来炎帝的部落 被赤油的九黎部落给击败 炎帝率残部投奔皇帝 两个部落相互融合 从而诞生了炎黄部落 这只右眼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强大的自愈能力啊 你怎么知道 传说炎帝被赤油击败时 赤油砍了他一斧子 脖子都差点被砍断 换作普通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然而过了不久 炎帝再次出现 脖子上连到疤都没留下 后人猜测炎帝常变百草 身体变得与凡人不同 不仅百毒不侵 还拥有惊人的自愈能力 我这才想起来炎帝又名 神农士 左眼压制了你天煞孤星的命格 右眼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以免你过早被左眼杀意所吞噬 这对眼镜搭配在一起 阴阳平衡 当真是妙不可言啊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你的身体里 似乎还藏着第三位人神的心头血 只不过 这第三位人神的心头血正在沉睡 所以我也看不透 你体内已经有赤油和炎帝的血脉了 说不定第三位人神是皇帝呢 如此上古三人神全部汇聚于你一身 哎 管他呢 对你来说 至少不会是件坏事 红重新凝视我的左眼 他的语气很是兴奋 既然你拥有赤油血脉 那修炼我的杀绝所产生的杀念 都会被其所吸收同化 不会像我一样身陷杀孽 或许你有机会同时掌握两种功法 我心中安静 红这是打算把他自创的杀绝传说给我吗 红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我想得太远了 所有的事情都该等你参悟完地藏菩萨经之后才行 如果你无法参悟 一切都是虚无 我点了点头 的确是这样的 红不再开口了 让我专心参悟 我的目光重新落在莲花台的花瓣上 花瓣上闪烁的暗金色经纹 仿佛有某种神奇的力量 震慑我的心魂 这些经文难以辨认 其中有许多的古汉字 还有许多古天竹文 我扫了一圈 认识的字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这些字你都认识吗 神奥玄妙的佛经 其实不需要认识其中的文字 只要你的思想与精神达到与其共鸣的状态 无需认字 你也能轻松理解 这便是顿悟 红这话悬而又悬 我听得懂 但做不到 正当我急得抓着挠腮时 我忽然感觉自己的腰间震动了几下 我伸手一摸 正在震动的是成皇令 我把成皇令掏出来 随后惊讶地发现 成皇令正在发光 并释放出一股奇特的力量 这股力量 是我与安德成皇爷见面时他所赠予的 红瞪大了眼睛问我 这是什么 为何他散发的力量能与地藏菩萨经产生共鸣啊 这是成皇令 何为成皇 我这才记起来 红被困在莲花台时尚未有成皇出现 我仔细地解释了一番 并告诉红我是预备成皇的身份 听完之后 红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你身怀大气韵 这是上天的安排 还是有人故意而为之啊 你什么意思 从你解释的成皇来看 成皇的职责 是超度王者进入阴间 早日完成轮回 此乃善举 虽与地藏菩萨所作之事不同 但有一曲同工之妙 因此身为预备成皇的你 得到了这经文的认可 红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只是你这身大气韵 究竟是福寿天成 还是有人刻意而为 把你当成棋子了呢 第三百六十六集 第一次修炼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我的一双眼睛是师父赠语 似乎另有深意 但成为预备成皇 却是意外发生 但我不敢保证 是不是成皇也看上了我 天下孤星的命格 我摇了摇头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 甩出脑子 当务之急还是残务经文 既然经文已经认可了我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正想追问 忽然发现原本雕刻 在莲花台上的经文 漂浮了起来 飞到我的身边 围绕着我缓缓地旋转 而后这些经文 汇聚成了一道洪流 钻入我的额头 这一刹那 我理解了醍醐灌顶的含义 我的脑海中凭空多出了许多 悬而又悬的知识 原本晦涩难读的经文 我竟然能够完整地理解了 甚至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 不知过了多久 我回过了神 红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 你醒了 我定睛一看 红原本就很可怕的模样 变得更加可怕了 他身上的那层皮脱落了大半 露出了洁白的骨头 还有他的内脏 很难想象 有人能在这种状况下存活下来 你 你 红摆了摆手 你参悟了经文 我自然不会再受莲花台的束缚 你猜的没错 我马上就要死了 红表现得非常轻松 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他对我说 我强承到现在 是在等你继承我的本领 我想起来了 之前红曾说过 我身怀吃油血脉 在修行地藏菩萨经同时 还能修行他自创的杀绝 他把已经完全变成窟窿的右手 放在我的额头上 这是我毕生所学 统统都交给你了 除了杀绝 还有鬼谷一派的传承 当年老师找到我 想要我重振鬼谷一派 很遗憾 我未能达成 如今 我把鬼谷传承下去 至少 也算对得起他了 红的声音越来越模糊 我再一次进入到了 醍醐灌顶的状态中 等我再次回过神来 莲花台上的红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具枯骨 他魂魄不在 想来已经是默默地离开了 我跪在红的面前 磕了三个响头 一来感谢他的指点之恩 二来鬼谷一脉传承于我 红也算得上是我的恩师 我把红藏于乱石林中 并给他立了墓碑 做完这一切后 我震惊地发现 莲花台塌了 不仅如此 刻在莲花上的经文 也全部消失不见 换句话说 从此以后 除了在我这儿 任何人都休想再得到 地葬菩萨经了 江红埋葬后 我离开了乱石林 刚走出去 就看到了 焦急等待的紫海 紫海看到我 兴奋地喊 张贤 你没死啊 我脸一黑 这家伙还真会说话呀 我走上前问紫海 你等了多久啊 快十天了 我心中惊讶 竟然过去了这么久 我下意识地 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也没觉得饿呀 难不成 顿午期间 我所处的时间流速 与正常世界不同 这个问题太过科学了 我解答不出来 紫海小心翼翼地 看向莲花台所在的方向 他压低声音问我 那个怪物呢 他已经离开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那个人也不知道是谁 简直比罗刹还可怕 在他面前 我连百分之一的胜算都没有 红毕竟是修炼了两千年的人 连八百年蛇妖都甘心做他的小弟 自然比罗刹更强大 只是被困莲花台 再强大也无用 如今红衣解脱 反倒是件好事 我转移话题 诶 秦哥还在吗 在呢 幸好你今天出来了 再不出来 我们带的食物和水 都要耗光了 紫海带我见到了秦东 安全起见 紫海让秦东躲得更远些 一见到我 秦东高兴地 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就知道你有福气 能够大难不死 在这荒郊野岭待了十日 秦东瘦了不少 还晒黑了许多 我非常愧疚地对他说 秦哥 真是辛苦你了 秦东非常大气地回答 哎呀客气什么 大家都是朋友 我笑着点头 这个朋友 我张贤认了 吃了点东西 喝了点水后 秦东问我 张贤 咱们的食物和水都不多了 最多还能撑两天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让紫海跟着你回去补充 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秦东答应下来 紫海问我 那你呢 不跟我们一起回去 不了 就留在这儿 等你们回来 紫海看了我一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他没有点破 跟着秦东一起离开了 两人走后 我找了一块石头 坐在上面 一脚垂于地面 一脚盘在膝盖上 与此同时 我的手指 轻点脸颊 低手侧身 闭目冥想 这可不是翘二郎腿 这种坐姿 在佛家被称之为 半家福斯为乙坐 是菩萨思维众生疾苦的造型 白昊自治后 我开始了 人生中的第一次修炼 我脑海中想起了地藏菩萨经的经文 如红中版震撼灵魂 这两句分别是地藏菩萨经中 敬口和敬业的经文 我在心中送念一遍后 整个人便进入了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我仿佛 我仿佛飘浮在了半空中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我能感受到死亡谷中 所有的尸骨与游魂 它们身上的煞气 在我意念的指引下 慢慢脱离本体 向我飞来 我深吸一口气 煞气入体 随后 被地藏菩萨经吸纳 灌入我的身体 以往煞气入体 我会感觉到彻骨的寒冷 如果是用阴阳眼吸收煞气 则会双眼滚烫 甚至是剧痛 但今日修炼 地藏菩萨经 很是不同 煞气入体后 我得到一种 难以言喻的舒服感 第367集 法术超度 与物理超度 不知过了多久 我已经在心中 默默送念完 地藏菩萨经 玄妙的感觉消退 我重新睁开眼睛 下意识地斡旋挥动 身体似乎有些许的变化 但这种变化 目前还很小 我也说不上来 我记得林小璐说过 修行是一件日积月累的事情 但修炼一次 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但不管怎么说 有变化就是好事情 我抬起头 然后吓了一跳 我赫然发现 自己身前竟然有几十只鬼 这些鬼匍匐在我面前 好似在向我朝拜 好在这些鬼似乎没有恶意 否则刚刚完全有机会害我 我走到离我最近的一只鬼面前 让它抬起头 从这只鬼的穿着来看 它应该是一个牧民 你跪在我面前做什么 这鬼说了好大一通 但方言口音太重 我费力听了好久 才听懂几句 大概意思就是 是在他死后 在死亡谷中游荡了两百多年 变成了孤魂野鬼 刚刚听到我犹如天籁的 宋经声悬了过来 然后散了一身煞气 犹如心声 我惊讶极了 在我心中诵念的经文 周围的游魂恶鬼 竟然能听到 甚至还有消解 他们身上罪念的作用 这地藏菩萨经 好生神奇啊 我问身前众鬼 可愿去阴间报道 载入轮回 众鬼接受愿意 于是我拿出城隍令 打开通往阴间的大门 将他们一一超度 可就在超度的过程中 我忽然感觉脊背发凉 一股强烈的危险感 在我心中爆发 背后有冷风袭来 我急忙转身 同时用城隍令护在身前 一声惨叫在我面前响起 偷袭我的是一只恶鬼 它被城隍令锁伤 身上冒着轻眼 我发现这只恶鬼身上 仍旧满是煞气 于是质问他 为何你不被经文感化 这恶鬼破口大骂 老子就想做恶鬼 你又不是秃头念什么经 嗡嗡嗡的 烦死老子了 我懂了 地藏菩萨经 只能感化心存一丝 善念与人性的鬼 这些鬼听到经文 如遇天籁之音 而一心想要做恶的鬼 则是不会被经文感化 相反他们听到经文 如不停歇的噪音 反而会刺激他们 有句俗话说得好 良言难劝该死鬼 菩萨不渡 自绝人 能够感化这种恶鬼 只有武力 我收起城隍令 抽出昆武刀 既然法术超度不行 那我只好给他来一套物理超度了 一只普通的恶鬼 哪里会是我的对手 我三下五出二的 便将其斩得魂飞魄散 我惊奇地发现 恶鬼消散后 他满身煞气 并没有消散于天地 而是钻入我的体内 可此刻我并没有在修炼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是杀绝 果不其然 在煞气入体后 我感觉到自己心中呼起杀念 但这道杀念 很快就被我的右眼给镇压了 第一次修炼 我同时尝试了地藏菩萨经和杀绝 虽然我不清楚 修炼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但我的确已经成为了修行者 理论上 我成为修行者 就能登上通往玉京山的使节 但现在的问题是 石阶在哪儿啊 之前是红带我去的 可如今他已经离开了 却未给我留下石阶所在的方向 我拿着令牌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感觉自己体内有一股良意 注入到了令牌中 随后令牌有光芒闪烁 这道光芒射向远方 应该是在给我指引方向 我欣喜若狂 之前我曾用阴阳眼追踪溯源的能力 查看过牌子 但没有任何线索 没想到成为修行者后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我没有立即去找 而是原地等待着秦东和紫亥回来 否则我这一走 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两人回来后 我坐在副驾驶指路 让秦东开车前往石阶 几个小时后 我再一次见到了登天石阶 紫亥望着直插云霄的石阶 惊得嘴巴都合不拢 这也太夸张了 秦东则是一脸茫然 你们在看什么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 原来这通天的石阶 只能由修行者看到 我对秦东和紫亥说 你们留在这里等我 我自己上去 紫亥扔给我一大瓶的水 和一包压缩饼干 有吃有喝 遇事不花 我再次来到石阶下 这一次 我没有感受到任何阻力 很轻松的就踏上了石阶 我不停地往上走 一连走了三个小时 都没能看到石阶的终点 往下看去 地面距离我很远很远 秦东的越野车 都只能隐约看到 一个蚂蚁式的小点 我惊讶地发现 一连爬三个小时的台阶 并没有感受到非常疲惫 我的身体素质在修炼后 似乎得到了一点提升 再抬头看去 已经看到了大片的云了 我选择休息片刻 喝了点水 继续攀登 我此刻的所作所为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登天 又过了两个小时 我的身边已满是雾气 云层就在我的头顶 越来越近 恍惚间 我在云层中看到了一座山的倒影 我兴奋极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玉京山吗 我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 一头扎进云层中 这一刹那 我体会到了失重的感觉 仿佛整个人飘了起来 这奇妙的感觉 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等我回过头来时 云层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我刚刚在云中看到的山影 此刻我正处在半山腰的石阶上 抬头就能看到那个豪华宫殿 我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玉京山中 知道自己到了玉京山 我深吸两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野狼给星爷烧画时对我说 如果我能在玉京山中活着出来 星爷将会和我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会面 这说明 玉京山是有危险的 我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继续前行 终于我走到了石阶的尽头 此刻我才知道 自己刚刚错的有多离谱了 石阶的尽头并非一座宫殿 而是一座城 此刻我就站在城门下 城门上刻有三个大字 七宝城 关于玉京山 我搜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有些源于道家典籍 有些是源于神话传说 这些记载里有一个共同点 传说玉京山上有座七宝城 城中有一座七宝宫 宫里有一座七宝台 台上生了八棵七宝树 之前京门大学的方教授也说过 我要寻的东西很有可能就在七宝树上 城门很高也很厚重 此刻城门紧闭没有一点缝隙 别说是我 就是只蚂蚁也钻不进去 我尝试推了推 和我预想中的一样 城门纹丝不动 随后我取出令牌 贴在城门上 地面轻颤 城门打开了 一股凉爽的风从城中吹来 让我神清气爽 攀登石阶积攒的疲惫感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一身的轻松 我走进城门 连城门后的门洞都没走出 大门咣当一声 关闭了 我莫名的有些紧张 这毕竟是传说中 仙人居住的地方 前方会遇到什么 我完全猜测不到 以往来这种诡异的地方 林小璐都陪在我的身边 如今我孤身已然 心中竟是生出了孤独的感觉 五味杂陈中 我走出了城洞 前方的视野豁然开朗 一条古老的街道 出现在我的面前 街道由青石板砖铺成 一尘不染 两侧是精美的建筑 个个好似仙宫 整条街道静悄悄的 没有人影 亦是没有重名 街道上所有的建筑 都是房门上锁 门窗紧闭 这里仿佛是一座空城 我沿着城中的主干线 一直往前走 街道的尽头是一座宫殿 和传说中的一样 宫殿上悬挂的牌匾 写有七宝宫三个字 我用令牌打开了 七宝宫的宫门 宫内同样是静悄悄的 我走进宫门 一入门 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院子 院子里摆着一个 带有精美雕刻的台子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宝台 七宝台上果然有八棵树木 这八棵树木都是金枝玉叶 散发着七彩神光 透过神光 能看到不同的山河场景 传说中八棵七宝树 一株乃迷腹一天 八棵迷腹八方大罗天 象征着太上道军统治的地方 我仔细观察 发现八棵七宝树上 挂有不同的宝物 有的挂着金色的葫芦 有的挂着银色的瓶子 还有铜色的盘子 这些宝物看得我是眼花缭乱 真是猜不到 究竟哪个宝物 装的是昆仑山脉汇聚的灵器 直觉告诉我 我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如果我选错了 后果非常严重 甚至无法活着离开 我踏上七宝台 在八棵七宝树下徘徊了许久 始终没能做出决定 就在我万分纠结的时候 头上忽然传来了声音 我抬头一看 一只非常迷迷 差不多只有二十多厘米高的小猴子 正在树上看着我呢 他的眼神非常灵动 充满了智慧 小猴子在树枝上蹦来蹦去的 大概是见我没有恶意 最后尾巴卷着树枝 倒垂着与我对视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再次叫了起来 看着小猴子摸肚子的动作 我灵机一动 我从口袋里掏出菱形前 自害给我的压缩饼干 将包装撕开 然后把饼干递给小猴子 小猴子好奇地挠了挠头 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将我手中的饼干接了过去 他把饼干放在鼻子前 嗅了嗅 尝试着伸出粉嫩的小舌头 在饼干上舔了一下 随后我看到小猴子睁大了眼睛 兴奋地在树枝上晃来晃去的 小猴子迫不及待地开始品尝 一块饼干吃了好久 才恋恋不舍地全部吃下肚子 眼神分明是一由未尽 我赶紧把兜里所有的饼干都掏了出来 然后打开包装递给小猴子 小猴子吃了个爽 一边吃一边开心地蹦蹦跳跳 最后甚至还向我讨要了水 等他吃完 我出声说 猴兄 我想要昆仑山脉的灵气 我要用灵气去救一个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 你能告诉我 哪间宝物里装的是灵气吗 小猴子乌黑的眼球溜溜地转着 随后 他手舞足蹈地冲我比划了许久 你是让我 跟你走 小猴子点了点头 然后从树上蹦了下来 蹦下了七宝台 向着宫殿的深处走去 我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跟了上去 七宝宫里紧闭的房门 小猴子一靠近就自动打开了 他带着我来了一个杂货房 里面装有各种各样的清洁工具 小猴子指向了一个木桶 然后又指了指我 你想让我拿着 我拿起木桶 小猴子又跑了 等我追上来 来到了一汪池水前 小猴子指了指池水 又指了指我手中的木桶 我看懂了 这是让我用木桶装水 木桶并不大 但装满水后 却其中无比 需要我把木桶抱在怀里 才能拿得懂 我怀疑池水的密度 远远高于正常的水 小猴子开始往回走 这次他特意走得慢了些 好让一摇一晃的我能跟上 最终我再一次来到了七宝台 小猴子指了指其中一棵七宝树 做了一个倾倒的动作 你是想让我浇水啊 小猴子点了点头 我把木桶里的水倒在树下 水很快渗入土壤中 然后一道流光顺着树干往上爬 最终汇聚于树关上 我看到一片玉叶上 有湛蓝色的水珠在凝聚着 即将滴落下来 小猴子焦急地叫了起来 然后做了一个端着木桶 接水珠的动作 我急忙照做 将树上滴落的水珠接到桶里 水珠一滴接着一滴 等到最后一滴水珠掉进水桶里 水桶中接了大概三分之二的蓝色液体 中途小猴子跑走了 回来时 给我拿来了木桶的盖子 他将盖子盖在木桶上 然后手舞足蹈地蹦蹦跳跳 像是在跳一曲欢快的舞蹈 此刻我已经明白 木桶中装的正是昆仑山脉的灵器 我幸好没有心生贪念 擅自决动挂在七宝树上的宝物 否则此刻已经是一命无虎了 第三百六十九集 宋子观音 我向小猴子深深鞠了一躬 郑重地感谢 侯兄 谢谢了 小猴子冲我挥了挥手 像是在与我道别 我眨了下眼睛 惊讶地发现 自己已经回到了死亡谷中 秦东和紫亥正一脸惊骇地望着我 看着身前目瞪口呆的两个人 我也是万分震撼 我刚刚明明还在七宝宫中 怎么眨眼就回到死亡谷了呀 这难道就是仙人的手段吗 紫亥迫不及待地问我 你找到玉京山了 我点了点头 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紫亥听后嘖嘖称奇 张贤 你厉害呀 那只小猴子 说不定是太上老军的宠物呢 秦东对我说 既然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我们就快些回去吧 再不回去补给都不够了 我惊讶地问 你们不是刚刚才拿来的补给吗 此还冲我眨了眨眼睛 张贤 你知道你离开多久了吗 也就半天 已经半个月了 现在都已经近七月份了 我吓了一跳啊 竟然这么久了呀 仔细看看 紫亥和秦东不仅晒黑了许多 这身体也消瘦了不少 可见这半月在荒郊野岭中 没少受苦啊 走 回去 越野车发动 我们三人顺顺利利地 离开了死亡谷 秦东直接把我和紫亥拉到了他家 我们两人借用他家的浴室 好好地清理了一下自己 洗完澡后 紫亥穿上了他那件明显是法器的风衣 而我则是穿上了秦东为我准备的衣服 秦东的老婆端着刚炖好的鸡汤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笑着对我和紫亥说 饭马上就好 先来喝汤 秦东的老婆长得很漂亮 一看就是那种贤妻良母的类型 我急忙道谢 麻烦嫂子了 嫂子把汤交到我手里 客气啥 把这当自己家 千万别拘束 说完 嫂子又去厨房忙活了 紫亥一边喝汤一边问 秦哥 你孩子呢 我看到秦东的眼神 忽然暗淡了下来 他善善地说 我们没孩子 他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 发现厨房的门是关着的 才继续说 我老婆年轻的时候 出过一场车祸 意外丧失了生育能力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虽然他一直表现得不在乎 但我发现 每当有孩子 在他眼前跑过时 眼睛里都会有光 我心中一动 能够寻到玉京山 秦东对我的帮助很重要 回来的路上 我就在思考 要怎么报答他 给钱有些伤情面 再说秦东也不缺钱 如今我已经有了主意 我不动声色地问秦东 秦哥 你要是不忙的话 要不要跟我回安德 你不是姑姑的书迷吗 我带你去见见他 行啊 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吧 这么早 你等等啊 我得给姑姑准备一些礼物 秦东把鸡汤放在桌子上 跑了出去 嫂子端着菜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他奇怪地问 该吃饭了 秦东跑去干嘛了 算了 不等他了 我们先吃 第二天一早 我和秦东赶到了火车站 踏上前往安德的火车 至于紫亥没有跟我们一起 他保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自此分别 以后山高水远 江湖再见 回到安德 我带着秦东来到了茶馆 一进门 林小璐就扑到我的怀里 高兴地蹦蹦跳跳 呆子 我想死你了 感受着怀里的软郁温香 这一个月以来 身体里积累的疲劳一扫而空 我感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 我轻轻拍了拍林小璐 小璐 还有其他人呢 林小璐这才看到 站在我背后的秦东 他红着脸从我的怀里钻了出来 跟秦东打招呼 秦大哥 好久不见 你们可真恩爱啊 我请秦东进了茶馆 他四处打量着 这茶馆的装滑 可真地道 我给秦东烧水沏茶 然后让林小璐把姑姑 从地下室喊了上来 姑姑从地下室飞了上来 秦东热情地把他摟到怀里 一阵蹂躏 哎哟 看了这么久的小说 可算是见到作者了 放开我 姑姑好不容易挣扎出来 秦东把背包拍在了桌子上 姑姑啊 这是我们读者众筹给你买的礼物 看看喜不喜欢啊 姑姑的眼中放光 哎呀 这哪好意思呀 还带礼物来 快打开让我看看 秦东打开背包 然后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狗头闸刀 镀金狗头闸刀 怎么样 喜欢吗 我和林小璐在旁边笑的是前仰后合 气了姑姑扭头就跑 闹得差不多了 我去地下室取了一件鹰雾 放到秦东面前 秦大哥 这次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大安不知怎么报答 这件鹰雾送给你了 秦东惊奇地打亮着眼前的鹰雾 他问我 这是观音 没错 我给秦东拿的正是一个观音像 只是这个观音像 与常见的观音形象有些不同 他手里拿着的不是插着柳枝的玉瓶 而是抱着一个手持欲如意的胖娃娃 我对秦东解释 这是送子观音 你拿回去之后摆在床头 每日入夜后供奉三根香火 日后一定会有孩子 秦东不敢置信地问我 真的可以吗 我老婆他 不一定是嫂子怀孕 也有可能是福利院 为你们找到合适的领养儿童 当然 也可能会是其他的情况 但不管是什么情况 用了这些鹰雾 你们一定会有孩子的 秦东激动坏了 一个劲地跟我说谢谢 两年后的冬天 我忽然收到秦东的消息 他有孩子了 两年来 他每日供奉送子观音 然后一日忽然接到了 当地福利院的电话 说有个孩子被父母遗弃 问他愿不愿意收养 秦东没有任何犹豫 当天就和老婆办完手续 将孩子接回了家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夫妻两人把孩子视为己出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时间回到秦东离开茶馆的那天 我把装有昆仑山灵器的木桶 交到林小璐的手中 茶馆门窗紧闭 我 狗爷 还有姑姑 一人两鬼紧张地看着林小璐 林小璐深吸一口气 做好修炼的准备 呆子 开始吧 我点了点头 打开了密封的木桶盖 第三百七十集 好多狗 浓郁的灵气飘了出来 林小璐立即入定 进入修炼状态 一切都很顺利 两个小时后 他将木桶内的灵气吸收完毕 等他睁开眼 我问他 感觉怎么样 林小璐高兴地回答 我的病情缓解了很多 我有预感 只要吸收了喜马拉雅山脉的灵气 我的病就能痊愈了 听了林小璐的回答 我用力地松了口气 距离根治他的病 只差喜马拉雅山脉的灵气了 而此刻距离他的大县 还有十一个月 时间还很充裕 我给卢新一打了个电话 他目前正在十三局执行任务 我让他帮忙查一查有关盘谷区的线索 查找线索需要时间 林小璐给了我一份名单 是自我去京都起 找我来买音物 却跑空了的客人名单 这份名单上的电话 我去死亡谷前打过一次 承诺等我忙完会联系他们 如今我该兑现承诺了 我挨个电话打过去 至今还需要阴雾的 只剩下两个客户 其中一个目前在外地 说是过了一阵 再来茶馆拜访 另一个人 则是安德本地人 为了表现出我的建议 我决定上门倾听客户的需求 我跟客户要了地址 然后和林小璐打车前往 客户的家住在安德的郊区 是一个独户的大院 还没进门呢 我就听到院子里面 传来数不清的狗叫声 我和林小璐面面相去 这什么情况啊 客户家里是开狗场的吗 怎么养了这么多只狗啊 客户家院子里 装的是大铁门 我刚敲了两下 好几只体型壮硕的大狗 就冲了过来 隔着铁门狂吠 我和林小璐都被吓了一跳 林小璐有些脑 冲着铁门内的几只狗 喊了一句 闭嘴 再叫老娘把你们炖了吃狗肉 谁知啊 他这番举动激怒了门内的狗 几只大狗叫得更响了 林小璐气得直跺脚 呆子 这些狗欺负我 我灵机一动 想起之前曾见过修行者释放自己灵气的场景 我现在也是修行者了 是不是也能这么做呀 我尝试了一下 结果还真成功了 一股阴冷的气息从我体内释放出来 分明就是煞气 动物比人更容易感受到煞气的存在 刚刚还嚣张的几只狗立马夹着尾巴逃走了 林小璐惊讶地问我 这就是地藏菩萨经的修炼效果吗 我点了点头 关于我已经会修炼的事情 回茶馆后 我就告诉了林小璐 她闭着眼睛感受了一下 如果不用眼睛看 我还以为哪里冒出来一只恶鬼呢 正说着呢 一个人走到了铁门前 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婆 看她花白的头发和满脸的褶皱 恐怕一入骨席 老婆婆向我和林小璐抱歉地说 二位 真对不起啊 不知道你们来这么早 没提前把狗关笼子里 她打开了铁门 走进院子后 我和林小璐都惊住了 这大院子里满是狗笼 而且每个狗笼里都有一只狗 粗略数了一下 这里最少养了有两百只狗 大概是见到了陌生人 这笼子里的狗不停地冲着我和林小璐叫 两百多只狗同时叫起来 非常的震撼 我有些忙 我这是来到养狗场了吗 可笼子里的狗什么品种都有 而且很多还有残疾 和我想象中的养狗场呢 很是不一样 我好奇地问 老婆婆 您怎么养了这么多只狗啊 这些都是被我收养的流浪狗 老婆婆请我们进了屋 她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 很不好意思地说 家里没准备茶叶 别介意啊 我没介意 看向四周 老婆婆家里可谓是家图四壁 整个客厅里摆放的家具 满满的都是年代感 最少也得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客厅里除了头顶的灯泡 唯一的家电是一台 年龄可能比我还大的电视机 老婆婆自我介绍了一下 她姓魏 邻居们都称呼她为魏婆婆 我开门见山地问 魏婆婆 您之前来茶馆 所求何事 魏婆婆眼睛一下子红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得罪哪只鬼了 最近一段时间 家里的狗啊 总是莫名地死掉 他们可是我的心头肉啊 您怎么知道是鬼干的 我亲眼看到的 您看到鬼了 我没见到鬼 但我见到鬼杀狗了 这狗原本好好的 突然惨叫一声 直挺挺的就倒在地上 漫头是血 对 对了 昨晚刚死掉一只 尸体我都还没埋呢 我带你们去看啊 魏婆婆带着我们两个 来到隔壁的小屋 屋里铺着一张凉席 席子上放着一只狗的尸体 狗的头是有干涸的血迹 因为已经入下狗的尸体上 招了不少苍蝇 我们一靠近轰的一下就飞走了 你们帮我看看是不是鬼杀了它 我和林小璐凑近 这只狗的身上只有一处致命伤 那就是头部 我伸手摸了一下 狗的天灵盖已经凹陷了下去 明显是被顿器打击致死 林小璐问魏婆婆 你确定没有看到人 没有 真没有 这只狗啊 就在我眼前只停停倒下去的 林小璐仔细感应了一下 看着我的眼睛说 呆子 好像是有点杀气 我也感应到了 而且感应得比林小璐细致些 是有杀气 不过不是鬼留下的 而是鹦鹉 有什么鹦鹉 是专门杀狗的吗 我开了一句玩笑 丐帮的打狗棒 林小璐白了我一眼 别贫嘴 认真点 我看了一眼焦急的魏婆婆 收起了嬉皮笑脸 魏婆婆 到现在为止 有几只狗是这么死的 二十六只了 几乎每过三天 就会有一只狗遭难 而且都是在夜里 魏婆婆声音都气得发抖了 张老板 听说你的茶馆 能满足人的愿望 求求你帮帮我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tho